大家好我是王狗 現在2023年了嗎?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大約五、六年前 還有很多專門拍 都市傳說系列的頻道主 但他們現在也都一一的消失了 一些劉爸、貓、火箭、Bury 等等的一些頻道主 我是不知道他們做什麼去 可能靈異這個東西 對有人來說接觸久了 真的會有不適現象 所以需要避諱一下 那現在2023年的靈異頻道 我觀察到幾乎大部分都是說鬼故事 或者是講解懸憾 比較少真的錄到異現象的這種影片 所以我就好奇搜尋一下 想看看這個年代 到底有沒有那些 真的讓我覺得真實 真的遇到狀況的靈異現象 結果我真的就找到了好幾個 他們來自世界各地 比如說你看這個 這個媽媽她平常就是在分享她的生活 但偏偏就是其中有一片 剛好錄到靈異現象 所以這樣會讓我覺得非常的幸福 畢竟她不是為了靈異而去刻意的捏造 甚至她還把她那部靈異影片下架 大家說謝謝大家討論我不想要再說了 然後的事情想看這個主播 這個帳號就只發兩支片 第一支就是她拍到的靈異現象 第二支就是她解釋的那個靈異現象 就沒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帶你們看看 這一些頻道 然後開始恐怖氛圍之前呢 我要推薦你們我平常放鬆的東西 就是Rush Royale 它是一款塔防遊戲 你點擊描述中的連結 或者是掃描上一個二維碼就可以下載 Rush Royale它有一個PVP模式 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在那裡你將會面對真實的玩家 如果你贏了 又獲得積分晉升排名 你可以合併相同類型的士兵 甚至可以點擊下方號來升級他們 而且你可以邀請朋友 你在合作模式下 讓他們合作 如果受霧能的堡壘 一定會受到怪物體進攻 一起來享受Rush Royale 如果大家想玩這個遊戲 我放在說明欄 用上方的QR Code下載 可以獲得大絲寶箱 金幣卡組還有魔法成賴 可以兌換傳奇卡 如果你在用iOS的話 也不要忘記在手勢啟動後 允許程式追蹤 獎勵將在一天內到達 可以來玩吧 我現在就馬上帶你們來看看 我收集到的這些 非常真實的 爽鬼影片 讓我們帶上遊戲 把畫面切過來 噗 這個衣服 影響視覺 對這就是我的抖音頻道 第一個就是我們Lina媽媽 平常都在分享她的日常 就是片片有一片 你們有看到嗎 2.9密裂 這兩部影片就是在說他們撞鬼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耶 除了超可愛之外 這個落葉的時候 突然就被一個東西莫名的推了一下 而且那個推真的感覺是有一股力量 不像它自己跌倒 這個媽媽就有在她旁邊的這部影片沒有說到 他們搬到了這個新家之後 就有發生一連串的怪事 包括你們剛剛看到的那個影片 還有下一則 我給你們看一下 他小孩在家裡面玩的時候 突然轉頭 然後問說 Who's that?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 L-E-A-N-E-E-8-E-8 滴停一下 不然你們會發現不一樣的東西 接下來繼續給你們介紹 下一流我覺得很真實的抖音組 下一位就是呢 這個我們的Eric 他平常其實也是沒有發什麼影片 然後唯一的他們撞鬼 7個20分觀看 我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回事 我看來 Control 可是站站站站站起來 他搜尋 我讓我說 我去治爹 是誰 台灣人 我iber在一個 incidents 所以呢 怎麼奸 你看 Secai會嗎 又再講 好的 是什麼你還要 繼續上乾的 是什麼 妳想他 是什麼 妳去通訊 妳必須配來 逢子 還給我 甘音 阿嬰兒,我真的害怕,我真的害怕 我真的害怕 看他那個櫃子,開關開關 他把這段影片放上網路之後呢 也有網友質疑這個影片的證實性 他就刻意拍了一個證實 就是櫃子後面,真的是牆壁 並沒有躲著的證 那我媽的那些人是傻子 我不是說,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我不是說,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我不是說 但是我看到這個,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智慧開關,抽屜開鎖 不知道,這個是可以打到那樣的效果 還有就是這一個,王子大喉嚼的抖音組 他已經把那個靈影影片給下架 換成一個回答 在這裡面呢,那個媽媽就說 很感謝大家的提及關注 似乎不想要再被大家打擾了 那個媽媽她搬進了這個新家之後 女兒竟然會開始自言自言 甚至跟媽媽說她有一個朋友在這家裡 她媽媽原本想說 小孩子嘛 有一個幻想的朋友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沒想到 詭異的事情卻接著也才會發生 那她媽媽就錄到了這個影片 對 界 角度 Может 怎么了 對 我也會出面 對 你要這樣玩 對 你要這樣玩 對 對 你要這樣玩 睡 睡 开门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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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就是一個 这个俄罗斯人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觉得它不全然算是李易 它算是诡异 这部影片呢 有超过一千万个人观看 他们就是在西伯利亚边境工作的时候 挖到一个这样子的雕像 他们在发现这个雕像的当下呢 就把它通报给了当地的政府 当地的政府也把它回收回去 那但之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影片给上传了 上传之后呢 就像有网友说 他们觉得这个雕像呢 太过于真实 不像是假的 而且他的翅膀感觉是蛮粗糙 可是衣服呢却非常的细致 就像是真人的衣服 而且也有人说 在他们跟他拍照的时候 发现这个雕像的脸 有微微的动了一下 然后甚至呢 也有网友分享出 新武生家族的恐怖语言 某一集就有演出了这个 雕像从屠里面被挖出来的恐怖语言 下一个这个人呢 他也是平常都在分享一些 生活的影片 只是有一天呢 家里的监视器录影 到了他家有一些 非常奇怪的 灵动现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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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起的时候 右边有出现一个一式穿着袍子的女儿 就有网友说呢 她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女儿 她正在做法 她没有被伤害到是她行 我是不知道这个国外的文化是怎样 但我个人觉得 如果在Panacong这个我应该会吓死 下一个人呢 遇到就只有两步 一步就是她撞鬼 另外一步就是她解释她那天的状况 而且那部撞鬼片超过两千万人看 你们大家看到了吧 她们去这间废弃的监狱探险 结果她走到最后一间设访的时候 看到里面有一个黑色的人影 去她这个事后回覆门 她说 当天所有的设访都是上述 而且在她看到那个人影 跑下楼梯的时候 又听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今天以上呢 就是我介绍的这些 非常真实的 抖音组撞鬼的影片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搜寻看看这些人 我把这些人的资讯放在下面的简介里 我们可以去自己逛一下 OK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喜欢YouTube频道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喜欢 谢谢大家我是猛狗 下次见 拜